来看看Chantelle Asker的现场会 举行了一场 今天录片时这一天二十七 应该是第二场进行 而Chantelle Day One 唱了一曲《Dear My Friend》 在公海引起一片热话 这个也似人相识 原来首歌挺好听的 之前是星梦二一个学员 在早期她曾经翻唱过《抗人日记》 当时我评论过 原来首歌其实处理得宜 是出了威力的 这边《Dear My Friend》 Chantelle一入的时候很美 立刻无管动起鸡皮 一片热话 公海是指 好的就赚不好的彈 所以也有很多人在讨论 Chantelle这边 看起来演唱会 其实两人都是大玩音乐 两人有英文底 也有很多英文歌的歌妇 Chantelle也能够轻松处理到不同英文歌 挺好的 两人在大玩音乐 相当不错 而两小花也来撑场 二文也是撑场 不知道第二场会有什么嘉宾 或者歌单有些改动 又有T妈和麦秋成 分别担任音乐和舞蹈总监 不认为有舞蹈 是有的,有一群舞蹈员跟他们跳唱了一个环节 一开始用小飞像登陆星球的意思开场 也提到子女行间生命中要很珍惜很爱的东西 即是演唱会的意义 还有很多第一次的尝试 Ascar 说 另外Chantelle 赞Ascar 说她跳舞好多 两个人第一首歌应该是演唱会的 有英有国语,然后唱 Feeling Good 在《中年好声音》我说过 两个都有英文底,但这首歌相当难唱 应该不是这么多观众听众认识 变成这么早 实际是第一首歌 正式演唱会第一首歌 算是intro的意义 所以正式唱就已经唱这首歌 我认为未入局 未入局两个人唱不到太多的感觉 处理到,但不是最好的 所以我认为这首歌应该放在中后会更好 热身后人们开始适应才能够 夹蟑螂串销才进入这首歌 可能会更好 但是体现到两个人在大玩音乐 然后Chantelle就立即有个跳唱 有些男女伴舞 猜猜我是谁 原曲都很合格 Chantelle八声 再来一个Shake it off 大跳劲舞的Ascar又来 整群男女舞蹈员都穿了一些夹夹的气氛 服装挺好的 然后又说看到Archie也来了 看看要再跟进有没有更多来宾来 唱色彩背后 这里就是他们四个 后来再有一些男舞蹈员进来 应该有八个 都不错的 一个音乐会 这边唱色彩背后 他的歌 然后他的无敌歌 灵魂伴侣一出 就相当不错 然后唱汤令山一首 不太熟的汤令山这首歌 但也挺有动感 然后明晚见不见到你 其实Archie也有很多歌 密密地做歌 还有和Chantale有一些翻唱的MV 始终跟进不完 原来也不断没有停 做了很多东西 是值得他们开演唱会 相当不错 当然演唱会 你说到最好还未到 我又不会盲目吹捧 但相当不错 收货 满意程度收货 演唱会 由这里 两个姐妹都出来一起玩 就是Windy Yumi 一起四个人唱 然后有些聊天 没有记录太多 然后三小花唱了连斯瓦的手 都经常唱 到此为止 很适合 选择得很适合 三小花 Gigi 会否27日出现 定点 两小花 Windy Yumi 唱Can You Hear 这首在声梦也有人唱过 踢馆赛 也是熟口熟面的歌 然后这首挺有特色的 非常有特色的 就是《滚》 选到这首歌也挺有趣 所以两个人大玩音乐 然后是《阳光空气》 很旧的歌 两个以前 早前是 遇到一个MV 也是很配合的 两个感觉 未至于像是轻妹那种 可能是偏向表哥表妹那种 会不会是这样 你说两个有种情侣CP 不是 哥哥妹妹又不至于 可能是表哥表妹 哥哥妹妹就更似 因为青春本学 也挺似 当然他们只饰演哥哥妹妹 他们比较像 表哥表妹那种 挺有趣的 这首《阳光空气》的作用 相当不错 MV也很好 选出来唱 当然 既然也遇到 今天 Ascar 唱回他的首複杂 男声是有一些特色的 但歌词也挺难唱的 就好像GGG 会比较好一点 虽然男声会特色一点 唱到就哭 talking的时候就哭 然后唱他自己的曲词 混音和监 都是他的 是Time Changers 也很有一种 他的风格 很像Ascar的风格 很有态度 那种 其实Ascar 是唱到这首歌的 他出到那种感觉 都真是厉害的 秘密地 一直做了很多东西 Ascar 是今年 至少在现阶段 是王力捧 希望明年也仍然得到更多的机会 而且是值得给他 我觉得 Time Changers 是他作的 曲词混音和监制 也是他很Ascar的自己的风格 这首歌 当然是唱饮歌 原来是谈恋爱 也是爆了 但最爆都未到 这里已经是唱了15首歌 大收货 两个一起唱了整 总共是30首 28加2 这都未到正式高潮 1个结尾 但还未结尾 他唱完这首歌 再补一首 就是介绍以下这首歌 又是带出一种追梦 那种梦想 与追梦之间的一些东西 就是Crow的 《愿望之翼》 又是很适合Chantel唱的 这些歌 选得很好 而且这次Chantel公开说 不断挑剔 其实不是挑剔的 不断尝试翻唱很多 现在几热的一些 都属于前辈 或者是师兄师姐 之前他唱《记忆棉》 最终圆以上 跟MC合唱 是光明顶的音乐会 这里唱《愿望之翼》 再到下面唱《Dear My Friend》 全部都处理得相当不错 也有一段 是Ascar大玩乐器 那些 又即场作歌 又玩木吉他 等等 然后二汶又跟他们 夹了一首歌 自己又读唱了一首歌 然后Chantel的时间 到最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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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的感受 一出来 看下 我的朋友 很多歌手 不知为什么 比赛又好 现录歌手 是第一句 都没意识 去到很高地处理 但Chantel这边 始终有强天分 后天很努力 当入 入定 都对了 情绪感觉升线全部到位 立即感觉出来了 无管冻之类的 到中后就可能慢慢远了一点 但开头很漂亮 所以也引起一段热话 唱姜濤的歌 最早孔龙时期最早星梦第一集 他进了淘汰区 后来梅记当时很火热 姜濤就问他 妹妹有没有听过姜濤? 当时我还拍了一条片子 不太知道 知道是谁 但好像未有太多关注 引起了一条片子 因为我去了关注星梦第一集 因为要评那一集 要评这宗新闻 我必须去看星梦第一集 当时全城都没有抱期望 我看完不错的 也展开了本台的评论之类 很巧妙的缘分 拍到现在了 星梦1 星梦Junior 星梦2 再来中年好声音 从当时知道是谁 不太懂 直到现在直接唱他的名曲 还唱到公海那边引起小热话 相当奇妙 不太懂 这个大家看怎么看这一首歌 挺好的 BFF 又是他的名曲 Chantelle 时间结束了 又展开一个合唱 就是美丽战场 不知道陈盈有没有来 好像说会来 不知道今晚会不会来上台合唱一首 陈盈美丽战场 陈盈美丽战场 再来就继续合唱 再合唱多了一首陈旅的歌 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接着就没有了 Anchor部分 林家谦记得和惠蘭一格格 两个半钟不够 接近两个半钟的一个 演唱会 相当丰富的歌 唱了28加2售 或者是27加1加2 那已经是很丰富 的环节 因为他有一些 自行自唱 有些是玩乐器 原本成功 应该结束了27就这样两场 看看接着 星梦同学会 还有没有 更多演唱会 或者更多音乐会 继续 举行 今集来到这里 大家 看看有什么意见 研究一下